Hello 大家好 我是李梓敬 今天是2020年1月16日 今天想跟大家說三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警隊計劃構置一些新武器 究竟是什麼的終極新武器 林卓廷和反對派又為什麼反對呢? 第二 很多街坊投訴 到現在連儂牆很多都還未清 食環處究竟在做什麼 第三件事 指鏡的頻道最近被打壓 很多觀眾投訴被推定究竟發生什麼事 在開始之前 大家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留言讚好將這段影片廣發開去 讓更多市民了解一下主流媒體不想你知道的真相 先跟大家說第一件事 警隊最近有個新計劃 希望能夠構置一些終極新武器 究竟是什麼呢? 原來就是Taser Gun 就是電槍 這些電槍能夠令到一些中了電槍的人 他的肌肉短暫麻痺了 搞到我們可以很容易驅散到他們 他們短暫時間是動不了的 當然這些情況 反對派第一件事衝出來反對 林卓廷就說外國有用電槍造成傷亡的例子 加拿大有些人有心臟病 中了電槍之後就死了 人權監察又說很擔心警察會濫用這些電槍 我覺得這些全部是歪例 尤其是這個人權監察其實真的沒有什麼監察可言 為什麼呢? 大家記不記得小諾燈來到香港的時候 我不見你人權監察出過任何聲音 為什麼今天現在香港警察 面對現在這一群示威者 開始使用這麼大的武力的時候 想用一些電槍 你又說怕警察濫用 那麼小諾燈來到香港 如果美國去追殺他打壓他 那時候你不說 你不去監察 你監察什麼人權監察 所以這些全部是歪例的 其實你們這群示威者如果不出來的話 警察又怎麼會使用這些武器呢? 用來做什麼? 你猜警察真的有空 真的很想出來和你們糾纏嗎? 就是因為你們那群示威者出來了 警察才要驅散你們 而且過往有很多其他驅散你們的武器或方法 就是不合理的 我們用胡椒噴霧 你又戴上眼罩 又戴上防守護盤 又戴上防守護盤 那你驅散不到你的 還有 用催淚彈 你們又說有異惡英 又說有有害物質 先不要理會他是不是真的有異惡英和有害物質 就算真的有的話 我們現在的東西是要用來驅散示威者 是一定要對他有害的 你才可以驅散到他 難道射一些香草給你 你會走嗎? 但你又說影響到周圍的街坊 不理想 如果真的影響到周圍的街坊 當然是不理想 所以就說不合理 如果用真槍的話 你們又說六四翻版 造成任命傷亡 我相信大家都盡量不想 除非你們真是很過份 使用致命的武器的時候 當然是要開真槍 但大部份時間如果不是的話 我們也要想一個方法 警方也要想一個方法 如何驅散群眾 如何驅散示威者 這個電槍 就是一個適合的方法 它又不會令你死 也是為很多國家採納的 現在很多外國國家 包括你們的示威者 很崇尚 認為是很自由很民主的那些 美國 加拿大 德國 法國 澳洲 這些全部都在用 為何你們這麼雙重標準 現在香港人一想用 香港警方想用的時候 你們又出來反對 你們又出來投訴 你們不是經常擁抱 國際標準嗎? 現在給你們一個國際標準 因為現在所有民主 西方自由民主的國家都在用 這是國際標準 即是香港應該採納 根據你的說法 所以接下來 我相信 這些電槍也是要買的 因為這樣才能有效 驅散到現在的示威者 所以我覺得現在生的一哥 其實是有辦法的 之前也說過 新一哥就是 一些用三個手法 包括臥底 大圍捕 以及涉獲的方法 令到最近都剩下不少 但之前也分析過 隨著現在台灣的選舉完結了 以及美國的大選日快要來 以及香港立法會的選舉 在9月份將會開始 所以我們去想 有很大機會 這些暴亂的情況 可能會在3、4月左右重臨 所以警方要儘快 添置這些終極的新武器 去應付到時候的變更 我通常很多時候都不會批評警方 但有一點真的要批評一下 就是上次的水炮車 其實水炮車在2014年 大家已經說要賣 當然在立法會 泛民議員拉布 令到2019年 才能落實 有架水炮車來到香港 剛好是反修例松波 大家都滿懷希望 以為可以成功驅散人群 但我覺得這架水炮車 噴起來是很弱的 我們在外國看到的水炮車 真的把人們射到整班人是正 一坨一坨去驅散人 但我們那架水馬 連那些路障也噴不開 我不知道是不是 因為這架水炮車是向外國買的 不知道是不是那些外國人 有心整估我們 是故意買一架次等貨 因為有很多這樣的例子 台灣向美國買了戰機 現在最機就是向美國買的 人家當然不會把最好的東西賣給你 當然是把次貨賣給你 我不知道是不是這樣 又或者是可以很厲害 但警方把水力調到很低 如果是這樣我就更加不明白 因為其實沒有理由 好像連那些路障也噴不開 應該是要更厲害 所以如果我們真的買這些電槍 也希望買一些更厲害 說完電槍 就跟大家說說連儂牆 很多觀眾和街坊都跟我們反映 自己的連儂牆還在 還未清理 食環署還未工作 很不滿 因為這些連儂牆實在是很影響使用 很影響衛生 那些食環署 其實這麼久以來 現在的反修例運動已經大半年 都沒有怎樣清理這些連儂牆 搞到要靠民間的力量 大家都知道高sir 每個星期都很好 組織市民去清理這些連儂牆 我自己也參加過幾次 但始終民間的力量是有限的 你們食環署正在出公帑 是納稅人的錢 你們是有責任去幫我們清理這些 其實在我的區域 我曾經投訴過那些連儂牆 我叫食環署快點清理 食環署給我的回覆 就到了垃圾站 說清理這些連儂牆要上級批准 幫你清理其他東西 我便問他 為何連儂牆和其他地產階招有何不同 都是這樣 都是到處貼 你沒理由看內容 這就是地產階招 所以可以清理 這就是政治訊息 所以我不可以清理 要先問上級 但你問上級 你怕什麼 又怕你出來剪刀的時候 會怕別人包圍你 那你報警 應該要這樣做 我發覺現在政府部門 很多時候買了反對派或黃絲派 不去做事 以為不用做事 便不用面對他們 這個態度其實是不行的 因為你對他隱讓 他不會因為這樣而放生你 他只會得寸進尺 步步進逼 大家見過了 所以很多時候 我都懷疑這些公務員 是否本身是黃絲 我留意到很多政府部門 特別是房屋處或食環處 我都覺得有點貴 但一個人 但無論如何 我覺得是時候要清廉農場 現在警力 我們差不多恢復 有些示威者被拘捕了 所以我們現在是時候要清廉農場 食環處 麻煩你做事 第三件事想跟大家說說 紫禁頻道最近被打壓 很多觀眾留言 也有WhatsApp 說 明明之前是訂閱了 但我一陣子以為我沒有出片 所以看我的頻道 我被退訂了 大家也要理解 Youtube也是一個美國人的平台 所以我知道這個情況 不單是出現在紫禁的頻道 也出現了很多藍型的KOL 也有這個情況 所以大家真的要固定時候 要回來看看 之前訂閱了 有沒有被退訂了 我也覺得有點事有QK 何志光也說過 我這條頻道每一條影片 平均都有10萬人看 但為何只有4萬多人訂閱了 沒有理由 所以一定是有點奇怪 所以如果正在看 但未訂閱的觀眾 記得訂閱訂閱訂閱我們的頻道 訂閱是免費的 我們要更多人訂閱 就是要把這些影片讚好留言 以及把這些片段廣發開去 讓更多人看到 我們就是要踢爆主流媒體 不想你知道的真相 所以大家記得訂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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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再見 拜拜